嗨,大家好,我是鞋弟 换一个包,背 我今天是要从这里退房 换一家 好重啊 因为这里的网络不太好 我一晚上就是才能上船两个视频 真的好累 半夜还得起来 我想换一家看一下网络 有没有好一点的 罗托路亚这个天气真的是不错 我换的轻旅呢也很近啊 就在对面 哇,水路两溪啊 这个车是 这还是个旅游项目 看到吗 开着车过河是吧 哈哈,有点意思 Rock Solid 煎如磐石 Backpackers 背包客旅舍 这个轻旅呢就比较大 这里呢有一个行李房 可以免费寄存行李 我的包就先放在这里了 我要出去了 我昨天不是预订的早上11点钟 去参观那个奇鸟孵化中心吗 就是我还想呢 我把我的包放在上一个客栈 我这样子我的话就买明天早上 明天中午直接进到惠灵顿的 你不是直接的 直接的是晚上的 看吗 UX service 是晚上这一班 哦 过夜在车上过夜这一班 好啊 你如果是买这一班的话 你就需要再淘宝换车的 哦我淘宝换车也可以 可以吗 就是下午八点多到惠灵顿是吧 可以八点半 晚上八点半到惠灵顿 那可以可以可以 那帮我预定一下 好帮我预定一下 帮我预定一下 一共呢是76块钱 好了 我的车票 名字明天 一目了然 好的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不需要了 谢谢啊 拜拜 你看这服务非常到位吧 新西兰做旅游 靠谱 大家记住要提前买票 提前买票 它这里公交线路还是蛮全的 走哪都可以坐公交车 现金支付 坐一次车是一块四 中国人嘛 都会扣十字 是不是 还这样子 一路车 到了到了 一个人一块四毛钱 是一路车吗 是一路车吗 No.1 还好呢 是可以支付现金的 要说让办长卡再充上点钱 那真的是要吐血了 好了 就到这边了 The National KV Heart Tree 就是国家奇异鸟保护中心 保育中心 就是每个 这是我昨天订的票 昨天就在这里买的票 今天就可以直接使用 进去就好了 怎么刷一下 好了 Kiwi 奇异 就是奇异鸟的意思 在这边 这里还不能动的 因为奇异鸟呢 喜欢睡大觉 看一下 这个奇异鸟 它不是生活在这个树上的窝里 它是自己挖个洞 生活在地下的 这很有意思 还是过来看一下 这个小家伙 用手机还可以拍到一点 这个奇异鸟 一天睡20个小时 20个小时 跟这个烤拉是一个水平的 太猛了 天天睡大觉 它那是没有翅膀 也不会飞 它能活下来 真的是不容易 就属于 因为新西兰这边呢 在几千万年前 就远离了这个大陆 板块飘移嘛 所以这边就没有什么 大型的猛兽 来吃它 所以呢 它能在这儿存活 你看看看 它的这个 嘴巴 就这个灰 你看非常长 它呢就是 时不时的出个门 溜达一下 把这个嘴 就在这个土地里找吃的 吃点什么蚯蚓啊 什么的 就差不多了 而且胆子特别小 听到啥动静 它就跑 躲起来 反正它一天 也要睡20个小时 这只是一个 奇异鸟的包包 哇 真的是 直了直了 总算是看到了 全世界最奇怪的鸟了 这个是 奇异鸟的蛋 占它体重的三分之一 这就是奇异鸟 它呢把自己进化成了一个行走的蛋一样的感觉 行走的大鸡腿 因为它没有翅膀嘛 所以它这两条腿啊还是比较有力的 然后就是主要是靠这个绘 就是你看非常的长 可以呢 插进这个松软的泥土里 找这个 蚯蚓啊或者一些小虫子吃 你看它这蛮长的啊 再看一下奇异鸟的标本 没有哪一只鸟像奇异鸟一样的 有像头发一样的羽毛 有像猫一样的胡须 有非常强壮的这个腿 像橄榄球运动员 体温呢38度 还跟我们人类差不多 是不是 非常强壮的腿 这个是写的 这个奇异鸟啊 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鸟类 有超过这个三千万年进化的历史 就是它压着进化了三千万年 你怎么进化呢 还没搞出来翅膀 所以有的时候 再怎么努力也不一定能成功 你看奇异鸟三千万年了 还是没有长出翅膀呢 这个奇异鸟呢 算是没有翅膀 鸟类的比较小一点的 你看这有很多大一点的鸟 也没翅膀 其中呢你看就有我们去过的 这个澳大利亚看的儿苗嘛 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高3.6米的这个蒙啊 看一下这毛利人曾经捕猎这个奇异鸟 用它们的这个皮毛 指成的这一件皮分 这是奇异鸟的蛋 跟我的手对比一下 也蛮大的啊 这个鸟呢叫声就是 这样子叫 医生在给它做检查 吃的还蛮好的呀 你看这 活食标准蛮高的 荤素搭配还有营养 膳食纤维 水果 这个奇异鸟啊 它能活三十年 在动物界中就算长寿的了 你别看它是个废物 真的它能活三十年 最有意思的是这家的这三十年啊 工把这有二十七八年都在睡觉 一天睡二十个小时吗 你想啊 这里呢是有一些奇异鸟生活的 但是不太好找啊 因为黑不笼笼的 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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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奇异鸟 哎 又跑哪去了 我就想守在这儿等一会儿 看有没有奇异鸟经过 哇 这一阵子在浏览啊 总算是见到阳光了 奇异鸟这个保育中心啊 就在这 这这小木屋里边 真的都是黑不笼笼的 哦 千万不要把小洞给放出来了 哦 这搞得是 有点像探奸一样的 是吧 没有消毒液了 哎呀不要跟我出来啊 你们就在里头待着 好了参观完毕 说几句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呢 确实是有一些那种善意的谎言啊 就比如说有些大人呢 会给小朋友说 你呢只要肯努力 那么你就会成功的 你看这个发生在骑鸟这三千万年历史上的这个故事 是吧 告诉我们是吧 天赋不对 努力白费 环境不行 肯定不行 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新西兰这个小岛 它远离大陆 所以一旦这物种过来以后 你看没辙的情况下 只能想办法 也要坚持的生存下去 奇异鸟这种鸟类 你说进化不出完整的翅膀 它那翅膀听说是有一点的 就一丢丢 就跟八王龙的小前肢一样的 已经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没什么作用 没办法吗 是不是 那就只能折腹 就是胆小 遇到问题了 遇到危险 赶紧跑 找个洞钻起来 藏起来 实在不行 就找个地儿睡觉 每天睡上20个小时 等到天黑了 大家都睡觉了 他出来找点吃的 然后赶紧的又回去睡觉 就这么一个生活习性 这反映到我们人类身上 真的就是 如果你在某一个行业 你说我这天赋确实不太新 那我们换一个天赋 或者是有点天赋的一个行业 是不是 因为如果奇异鸟 你说 它这进化出了獠牙 是不是 它也能吃的好一点 混的好一点 最后没办法 只能混的这么惨 就是 只能是晚上 真的大半夜的 大家都睡觉了 他自个儿出来 偷偷摸摸的 找找吃的 只要天一亮 赶紧跑回家 继续睡大觉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 点个赞 希望大家不要跟奇异鸟一样的 在没有天赋的这个道路上 一头砸进去 然后浪费自己的时间 也希望大家跟奇异鸟一样的 在任何环境下 都能坚强的生存下去 就这样子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核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大家记得点赞哦